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这里是欣欣在农村 男孩子找对象为什么越来越难 即便是你有车有房也不好找对象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去找人了解一下 姥姥 你吃饭了吗 哈哈哈 吃了你 你今年多大了 今年七十三 你的孩子不先大了 我觉得 七十三了 还是不大的 你还是吃了一个 你几个孩子 三个 有一个贵女 有贵女 一个贵女 两个儿 贵女还是二大 二大 贵女小 贵女是个当中的 贵女是个当中的 也不好 你两个儿有个贵女 嗯 你说的那个二儿姐的那个 两孩子 你看严厉的孩子吧 你看严厉的孩子 你看严厉的孩子 在进行住有一套房子 你还是在买呀 还是在买房子 买房子 你这一年 在一辈子 不吃不喝 也就是把肉一套房子 一样房子 是吧 也就是弄一弄一套房子 那你孩子 两孩子说媳妇得多钱 还是没现月了 房子弄炒 还是在床头家里 家门链又是买卖的 也得多钱 你现在有放有车的 有的都不好说 对 多难说吧 你拿着东西再多 也不见得爽 因为现在你怎么回事 有车又放的都不好说 不好说 怎么怎么回事 完成的 因为现在我 鲜测了 鲜辣了 精神 弄成 就咱原来就是这个 就是给严厉的年轻 那还有小鬼女 是吧 小女孩长得也少 女孩小 男孩多 对 她都是这铁 那肯定的 人家睡不见好的铁 小鬼女们一说男孩子一多 人家见调也好的 有车有放也不见好说 对 你看看现在 你看看 咱在路上 都没了 有干活的小鬼女 都在外边 人家在外边 干了活 人家是喝湿了 就吃早对象 也就是咱家里边的小孩 就空下了 家里还就空下了 你不在家里 你找不着了 你哪找出不着 是吧 你还说这会儿 家里也在说 又是家里再说的再好 她不愿意 又是给你药房子 要药车 又是老的又是不行了 又这事儿静这儿 也提成老的 提成老的 也不得很多 这会儿孩子也学会 你没少了 小鬼女也少 刚才你也说了这个老了 现在就是说 这个有测有晃也不一定说 小鬼女们相对来说 都在外边自己走了 是吧 还有什么 小鬼女少 男孩子多 鼻里也有点失调 也不好走 是吧 在一个企丛伏目 你伏目老了 比如不能挣线了 她也不愿意的 是吧 太年轻了 能给她挣线 弄她的绑培子 你要和老的她也得花钱 她有的那小鬼女太体积 也不愿意 是吧 是的 是吧 是的 通过刚才和姥姥的交谈了解到 男孩你有车有房也不好找对象的原因 主要有三点 一是女孩少男孩多 二是女孩在外打工 有的在外面找对象了 三有的女孩还要挑父母 父母年轻的比较好 所以说男孩不好找对象 本期视频分享到这里 下一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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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